原调题 美考中进士能不能入汉林院 汉林院这个机构 在中国历史中 曾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最初时 汉林这个称呼 原本是指文汉汇翠的含义 到后来 他成为一个正式机构后 便用来招揽天下英才 为皇帝所用 过去科举又是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不可不免的 科举会跟汉林院碰撞出火花 而且在明清时期 就一直流传一种说法 非进士不得入汉林院 非汉林不得入内阁 这等于是把汉林院跟进士 内阁放在同一条线上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中 进士是全国所有学子最向往的身份 即便是那些靠父辈殷封的士族子弟 也渴望凭着自己本事 获得进士的身份 在进士中也分为三等 一甲进士就是令人呈现的状元 当眼叹花 二甲次进士出身 三甲次同进士出身 内阁则是朝廷中地位最高的中书机构 自丞相被废后 内阁大学士俨然是朝堂上罪 有地位的大臣 汉林院的位置 就等于是为朝廷培养高级官员的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真的是非进士不得选住吗 先大致介绍以下汉林院 以清朝为例 当时授予汉林院的职权不少 除了要按时稽查史书 陆书 皇族宗室的官学功课 以及礼藩院的档案外 汉林院还担任各级科举考试的考官 从乡市 会市 电视 汉林院都可以派人参加 也正是这个原因 汉林院出身的官员 在朝中往往有极为深厚的人脉和文脉 这是在规定的官阶品级外 汉林院官员拥有的影响力 新的进士获得出身后 需要由汉林院长院学识 在宝和地再考核一遍 这个做法 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作弊 这些进士入选后 也是由汉林院里的官员负责教学 汉林院官员还需要经常留在皇帝 负责咨询顾问 为皇帝提供建议 在道光皇帝时期 汉林院官员需要留在圆明园值班 以便皇帝临时召见 没 连给皇帝讲经论时 也是由汉林院官员负责 因为跟皇帝以及王公大臣比较亲近 所以汉林院的官员更有机会获得后代 他们又靠近中书 比同级别官员更容易了解朝廷正式的运转 对将来升任高位有很大帮助 正是因为汉林院的地位重要 才不能轻易授予别人 汉林院培养的人才 大多会送到地方历练 他们其实官阶一般较高 更容易获得升迁 乾隆年间的大臣刘雍 就是汉林院出身 后被选为安徽学政 所以汉林院出身的官员 即便没有入内阁中书 也多半会成为封疆大吏 他们的素质高低 直接关系将来朝廷安危 皇帝在昏庸 也不会拿江山设计开玩笑 清朝的时候 非进士不得入汉林院 已经成为一个规矩 而且 现实比想象的更为苛刻 即便考中进士 也不见得可以被选入汉林 除了状元 房眼 叹花这三位一家进士外 其余进士都要再经过考 和选拔 才要进入汉林院 获得职位的资格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瓦青石左宗堂的故事 左宗堂虽然是晚清明臣 但他一辈子没有中过进士 一直是举人的身份 因此 经常遭到朝廷大臣的绩效 尤其是李鸿章 清朝的时候 大臣如果没有中过进士 选为汉林 去世后不能得到文的嗜好 所以 当时李鸿章就讥讽左宗堂 左宗堂去世后 可以逃过文的嗜好 左宗堂听了后 明明很生气 却不好反驳 于是 他直接给朝廷上了一道道书 表示 自己要回京赶考 获得进士身份 入选汉林 要知道 当时左宗堂正准备率军西征 这种情况下 让他丢下军队 回到京城赶考 说什么朝廷也不会同意 于是 朝廷就为左宗堂破例 让他不用考试 直接次为进士 受与汉林院检讨的职位 所以 左宗堂去世后 才会有文乡的嗜好 也就是说 即便朝廷想让左宗堂 入汉林院 也必须也受与进士的身份 才能名正言顺 而且 当时很多到海外留学的人回国后 这些人也没有参加过科举 他们入汉林院时 朝廷会特指为他们授予进士身份 这种情况下 依然是没有打破非进士 不得入汉林院的规矩 所以 如果没有获得进士身份 就想入汉林院 对不起 不能 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 脑洞外星人 一个研究地球历史的外星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